严罗轰 话说某巡抚的父亲早先在南方做总督 去世已经很久了 一天夜里巡抚梦见父亲来 脸色哀伤恐惧对他说 我一生没多少罪恶 只有一缕边防军队 不应当调遣而错误地调遣了 途中遇上海寇 全军覆没 现今他们告到阎王那里 因私里的刑罚残酷歹毒 实在叫人害怕 阎王不是别人 明天有个经历官押送梁草来 那人姓魏他就是阎王 你要替我哀求他 不要忘了啊 巡抚醒来 慌得这是很奇怪 心里不很相信 刚又睡下 又梦见父亲来 让他一定照说的去办 还说父亲遭遇灾难 还不铭记在心 怎么把他当作妖梦置之不理呢 巡抚醒来 岳家感到这是奇异 第二天 巡抚留心查看名册 果然有个姓魏的经历 转运粮草第一个来到 巡抚立刻传话叫他进来 叫两个牙医把他按到座上 随后按拜见官长的李杰 向他叩拜起来 叩拜完毕 直挺挺跪在地上 两眼垂肋 把梦中的事 向魏经历说了 魏经历不承认自己是阎王 巡抚趴在地上不起来 魏经历才说 是的 有那样一件事 但是阴间的法律 不像人间昏暗不明 可以上下联手 串通作弊 恐怕我无能为力 巡抚苦苦哀求他 魏经历无可奈何 就答应下来 巡抚又请求迅速办理 魏经历反复筹划 考虑没有个安静的地方处理这事 巡抚请求把接待宾客的公馆 清扫出来让他用 魏经历同意后 巡抚才从地上站起来 又要求审理时 跟去看一下 魏经历不同意 他再三要求 才答应他去 主妇说 到了那里不要出声 阴间刑罚虽然残忍 可是与人间不同 一处置就像死了 其实没死 如果你看见了什么 千万不要惊怪 到了夜里 巡抚藏在公馆的一旁 见公堂台阶下 受审的犯人 断头的 折臂的 乱纷纷不计其数 在一块空地上放着一口油锅 几个人在油锅下烧起了火 忽然看见魏经历穿着官服走出来 坐到大堂上 神气威猛 和白天剑的大不一样 那些断头折壁的人 一起趴到地上 同声叫喊冤枉 魏经历说 你们都是被海寇杀害的 冤有头债有主 为什么乱搞官长呢 众鬼大声喊着说 按规定不应该调遣 我们是被错误的调动后 才遭到杀害 这是谁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呢 魏经历又多方为巡抚的父亲解脱 众鬼大声叫冤 乱成了一片 于是 魏经历叫过鬼族 说 可将那个官放到油锅 稍微炸一下 鱼里也是应当的 看魏经历的用意 似乎想借此平息一下众鬼的怨愤 当下就有两个恶鬼 把巡抚的父亲捉来 用锋利的钢叉刺入油锅 巡抚见此情景 心里又惊又痛 无法忍受 不觉脱口喊了一声 沙石 亭中既然无声 眼前的一切都不见了 巡抚惊叹不已 悄悄地回去了 天明之后 巡抚去看魏经历 见他已经死在公馆里 阴间的法律 不像杨坚这样昏暗不明 可以玩弄手段 训思舞弊 公正言明的法律 承恶扬善的执法者 是蒲松灵对世界的理想 如果魏经历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 不被人情所打动 那也就不会出现死亡的悲剧了 好了 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 谢谢